大法官聯則產生了程序上的重大不正義 在救濟的方式一般認為有非常上述跟特色兩個方式 可是因為大法官665號解釋 已經把犯法官解釋整部違憲 所以我認為非常上述的路已經比較不可行 那一般包括我和歐美的總統對於那個社免權的行使 本來就含有對誤判跟願意的救濟 那我學者陳韻才他也倡議說 總統的社免權的行使其實也是對於那個誤判的一種救濟方式 那甚至陳教授他也認為說 特色他本身就是在載省跟非常相處之外 第三種的救濟途徑 所以我認為那秉岸的程序不正義 既然無法透過非常上述或 賽程等方面的程序來加以救濟 那既然當時犯法官是嚴重的違背法定法官原則 產生程序的重大不正義 所以我認為可以透過特色的往事來救濟 所以目前還是看 等於是說目前是要看蔡總統的意義 就是接下來看起來是由蔡總統來進行 我想特色權的行使他的指腿是在總統 不過因為蔡總統對這件事情他一直很有正面的表態 那我們接下來可不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 可能去來促使他或是給他一點鼓勵 我今天要報告的就是 比如說國外的學者他們對於特色他們的方式 包括美國還有俄亥俄州一些學者 他們也都講到說 有時候當司法化身不正義的時候 總統特免權的行使就是對於司法不正義 本身一種的安全栓 那這些的見解跟研究跟方向 我想可以讓蔡總統做一個參考 有辦法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再跟蔡總統接觸 讓他了解到這個狀況嗎 我想因為基於法官的身份 那盛免權是總統直選的選擇 就是法我所研究的見解就是把它發聲表達出來